灵界的科学 描心状的研究员 他也写过一本关于灵界的书籍 这本书籍叫做 《神秘现象探索,机密灵界生命》 比起银签 描心状的说法要更科学一些 他认为灵界 《神秘现象探索,机密灵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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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you'll love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she likes to let you want So give me all the scars, I'm a human being Cover them with tattoos so you can't see Knew it from the start, you had problems with me And the things I could be, I just wish I had see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ow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own 但目前的我们只掌握了物质世界的科学 对灵界的科学一无所知 所以这就导致了现实中有很多问题无法解答 灵界这个磁体没有速度限制 没有时间限制 人类众多无法实践的难题 从这个信息场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如果掌握了灵界的科学 那么我们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做到进步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量子纠缠 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粒子 就算是相隔十万八千里 在中间没有任何通讯连线的情况下 竟然可以相互感应 它们是通过什么联系的呢 它们的联系方式就是通过灵界的科学 因为整个世界存在两个时空 所以只掌握一个时空的科学 是掌握不了这个世界的 其实从上述表达的语计上来看 李斯登的研究还是比较客观的 他研究这个灵界信息场 不是为了成佛 不是为了成神 而是他认为 我们需要去掌握这个信息场中的科学 来解决 我们目前科技上碰到的一些难题 在书中他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星际通讯 整个宇宙中 有类似数千亿个银河系之类的星系 而在银河系中 就有600颗类似于地球的宜居星球 就算是其中有0.0000001的行星会产生生命 那么在宇宙中也有万亿颗存在生命的星球 但我们怎么就没有发现外星生命呢 外星生命到底在哪里呢 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外星生命的寻找 目前国际上天文学家主流的探索方式 就是使用射电望远镜 而中国的天眼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但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我们是使用射电望远镜 宇宙间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呢 外星人用什么通信呢 为什么这么怀疑呢 因为从1980年至今 射电望远镜没有探索到 任何有十几亿的无线波信号 因为如果宇宙间使用射电望远镜来通讯的话 是没有十几亿的 比如说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颗行星 是班人马做阿尔法星 大概有4.3光年 如果单纯送一个电波 到班人马阿尔法星 就要8.6年 这个通讯方式实在是太落后了 你想想我们今天说了话 它8.6年才收到 所以 李思森认为 外星人的通讯方式肯定不是射电望远镜 很有可能就是通过灵界通讯 因为灵界信息场的状态是超光速的 它没有时间和速度的限制 虚数时空更利于星际间的通讯 总的来说 灵界的科学更像是高等文明的科学 李思森想要研究 并且找到灵界的科学 然后将灵界的科学 应用到我们目前所在的世界当中 然后真正实现人类文明的超微进步 说实话 这个构想是好的 因为李思森曾经是台湾大学校长 是国际奠基领域的知名人物 所以他的研究方式是比较科学的 他探索的方向没有那么迷信 不管怎么说 有一个弄点我是十分赞同的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科学 未能触及到的地方 我们应该相信科学 利用科学的方法去寻找更高级的科学 相信科学并不是迷信科学 我们不能走出封建迷信之后 再进入科学迷信 在探索世界的同时 要坚持以实际结果为重 永远不给思想设限 这样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进步 再次声明 目前李思森先生的实验结果 是没有完全公布的 所以他讲的结论也未必科学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